好 这一节我们要来看到 伊朗目前的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 上次我们说 根据全球火力网的一个排名 伊朗的部分综合实力是排在第14 竟然是胜过以色列 以色列排在第17名左右 那目前所掌握的军力 在画面上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包括伊朗它有78万名的现役 还有后备军人 是中东国家目前最多的 再来武器方面 我们来看到伊朗自主研发的 多型弹道飞弹 它的射程有2000公里 据传可以涵盖整个以色列的领土 甚至中东任何的地区 任何的目标 再来伊朗还有多款的攻击型无人机 还有自杀式的无人机 飞行距离的部分 落在1900到2500公里 可以透过低空飞行 躲避雷达的追踪 不过也有说法 伊朗它现在还是很小心的 因为根据了卫报的报道说 如果伊朗将和以色列 或者是美国全面开战 那么德黑兰当局 其实是没有完全准备好的 其实他们是很害怕 会爆发全面性的冲突的 好 整体来看 我们先来看看伊朗 我们刚刚说了 拥有这么多的军事力量 还有武器系统等等 美国现在是要担心伊朗 可能展开报复吗 真的会害怕吗 总编怎么看 其实美国一直是担心伊朗 它各种的军事行动 特别是伊朗它位处波斯湾 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尤其大家知道 它只要封锁赫姆斯海峡 对全世界的能源 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特别美国的几个盟友国家 像欧洲 像东亚的日本韩国 如果赫姆斯被封锁 这些国家肯定要跳脚 因为能源受到伤害 至于说实际上 伊朗的军事能力怎么样 我认为它有强 更多的其实普遍偏弱 特别是伊朗长期受到 欧美国家的这种军事 和技术制裁 它的三军武器装备 普遍非常的成就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1970年代 它向美国采购 像幽灵式战机 还有熊猫 就是伊朗版的波斯猫战机 其实目前还在勉强苦撑 可以想象吗 这个已经服役了 在五六十年的战机 目前还新三年 旧三年 逢风步步 还又不知道多少个三年 继续使用下去 但总体来讲 伊朗其实过去几十年来 它也深知自己的弱点 打正规的战争 我打不过你 因此它特别突出了 像之前的这种飞弹科技 它发展的多型 这种中程 还有战区型的弹道飞弹 巡异飞弹 这几年 又扬言 它已经具备所谓 极音速飞弹的技术能力 但从这次攻击事件 我们发现 它并没有发射极音速武器 也此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科技 我们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号 另外过去十几年 这种无人机系统 包括无人机 还有无人艇 这种无人系统大型其道 事实上伊朗老早就抓到 这个发展的潮流 因此它在无人机这个部分 目前已经有十几型无人机 正在使用 特别是俄乌战争期间 俄军运用它见证者136 其实在战场上获得极大的战果 而这次在攻击以色列 它也实际派上用场 因此它在无人机这个领域 是伊朗比较值得撑到的一个能力 另外我必须说 伊朗虽然跟美国以色列相比 它的武器装备不占优势 但它一个特点它就是敢打 而且它具有谋略 大家很难想象 2011年的时候 美国最先进的RQ-170 这个哨兵逆中式的无人机 伊朗用电子诱饵 或者欺骗式的方法 把它成功诱骗到伊朗降落 而且破解美国的科技 后来发展出它自己的雷电式 逆中无人机 另外2019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波斯湾的大事 就是当时川普政府派遣全球鹰 到波斯湾执行侦查任务 伊朗发现它进入它的里空 当场用它的国产防空飞弹 把它击落 而当时川普的反应是 我为了怕避免战局扩大 我就摸摸鼻子吃暗亏 正显示了伊朗 其实它经常能抓紧时局 抓紧时机 即使我给了美国一个闷棍 但美军经常是吃了闷棍 有不敢有所反应 因此对伊朗我认为它除了军事能力以外 它本身的谋略也非常的强 因此所以成为中东地区 美国非常难缠的一个对手 好 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美国的角色 来请教委员 刚刚特别提到说 您提到说他们伊朗用的武器都是比较慢的 那这个总编也特别提到了 没有用到这次比较快的极英素飞弹 再来他就说伊朗他有战略 他有谋略 他很敢打 再来他这次打的是以色列的本土境内 这个宣誓意味蛮重的 委员你认为美国准备好了吗 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没有人准备好 这很太明显了 我举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当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有准备的话 怎么会让首都的街头每个人都跑上庆祝 说我们就发动攻击了 你不是挨打吗 这个表示他根本就知道说 这是一个相当有限度的一个飞弹攻击而已 再来第二个 没有错啦 这个以色列 的确是早就新知肚明会有这场攻击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可能会早就知道 伊朗打击的对象都是特定的什么军事基地 而且都在应该边界附近 所以他的大都市里面升马照跑舞照跳 你看到那个躲黄红洞的都是在那个 那个所谓的特定攻击目标地区的一个区块 所以表示他也知道这是一个有限度 难怪那个伊朗的外长说 我们七十二小时前早就跟你预告 像电影预告一样 所以大家都已经 我觉得刚才那个严教授讲的最精彩 演戏剧本写好 大家照剧本过场一下 那美国他根本不晓得如果万一伊朗跟那个谁 跟以色列真的要大打一场的话 那个局面是混乱成一团了 你这个现在谁要选总统 不是纳坦雅弗 不是伊朗总统要选的 是我川普拜登跟川普在选的 那这两个人 当然说要跟纳坦雅弗说 你自己的要讲 是因为我打电话给你说你才不报复了 战争才平起下来 要做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利益 所以三方面就真的没有想要打大战 大家都想打宣传战 让老百姓开心一下 这都有理由 你看 以色列说 你看我百分之百拦截 那伊朗说 你看你花了那么多钱的拦截 我这个成本很便宜的 我都存货 他正这么讲 那伊朗当然还讲说 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不过你看伊朗的弹道导弹 这一次都是那种液化燃料的 我就很怀疑他有超高音速导弹 超高音速导弹的前提 是一定要固体原料 不然你问我们郑总 他会告诉你的几个细节 你液态原料 那个根本没办法去上 做这种所谓的超高速的一个攻击 那现在的确没有人准备好 告一段落 那只要局势不再恶化 还是会回到本职 就袈裟走廊 一回到袈裟走廊 那又是 又是 什么 无解 无解 虽然联合国有很多人讲说要两个国 两国方案 不是我爱吐槽联合国 联合国最近有点走之又处 像刚才没有人声援那个 这个 以色列 但是有一个人谴责伊朗 就是古德雷安 这个很脑筋 有点开始走不过来了 那你联合国的态度 也抓不到这个真正的一个潮流 那你怎么要帮忙解决问题 你也没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两国方案你自己推出来就真的行吗 领土什么化 越旦河西洋不知道什么化 加萨佐郎你能够派军队进去吗 你也没办法派军队进去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算盘 都在等什么 11月份美国总统是谁 好像俄乌战争还在等11月份 这个 以哈战争还等11月份 最寂寞的就是川普 然后不知道怎么干 好 三位专家其实都认为 不管是美国以色列 或者是伊朗 都很怕打 大家都不想打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报道 是来自于以色列的报道 以色列的报道就讲了很鹰派了 他是说战争的鼓声已经敲响了 现在大家要来看看 纳坛雅虎的下一步是什么 还有我们来看到法新社也研判说 以色列的回击的方式 一定会做回击 只是问题是在时间点 和方式而已 其实现在要不要打 重点都是在纳坛雅虎 刚刚委员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 拜登其实是挡不住 以色列纳坛雅虎的 所以纳坛雅虎的下一步 可能是怎么样 如果真的去回击的话 美国会被拉下水吗 严老师 我刚前面讲了 有人在你门口泡了一泡尿 你今天去炸他家吗 应该不会 所以就是比利原则 今天我刚刚提到 在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冲突 在加上的时候 那绝对是死了很多的人 以色列的报复 大家 以色列的人民都很多是支持 很多愿意去支持 之后来歹息托棚 但是前面开头发动的时候 大概都是人心愤慨的 你现在没有什么 没什么伤亡 你今天要去跟伊朗去弄 这个战争 把自己 又还要去面对他 其他的代理人 包括在叶门的也好 或者在尼巴勒 甚至在叙利亚 还有口报在伊拉克都有 来报复你 我觉得以色列 犹太人自己去想一想 他们都觉得不会划算 所以我一直不认为说 今天虽然他们讲了很多 嘴巴话一定要讲得很强 但你真的要报复的时候 到时候 你还是光明正大在打仗 他们这些我们讲说恐怖组织也好 或者代理人也好 他们跟你打不对称战争 其实吃亏的还是你 所以我相信美国一定会拉住以色列 说可以收手了 因为你再不收手 那美国的国会里头甚至可能都会 现在都还是无条件在支持以色列 可是未来会不会 会不会在这个经费上面再减少 我觉得这是一个考虑 但以色列当然就说好 那我暂时跟你妥协一下 我就等11月 刚才蔡委员讲 如果今天是我们这个 川普上来了 那我又有希望了 所以他们也在等 可是最近好像民调又开始 对川普有点不利 所以以色列人也在看美国的民调 说怎么搞前面几个月 好像川普在所有摇摆州 几乎全胜 所以现在怎么看起来又不像了 所以以色列人也没办法掌握 美国的政客搞这个 他的议题会有 会对现金有影响 他无法掌握 这个他真的没办法掌握 是 好 谢谢 谢谢老师的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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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